这是印度街头的绳子骗局 操控者只需一根绳子或者皮带 就能获得上百万财产 受害者只有猜中绳圈的具体位置 才能获得相应的奖金 但是想要准确猜出 绳子旋转后的中心位置 几率只有渺小的万分之一 那么操控者是如何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上 骗取他人财产的呢 今天将为大家揭秘 这个国外的大街小巷 每天都在上演的今天骗局 请大家先点赞再观看 首先操控者会拿出一条 非常普通的绳子对折之后 再慢慢地卷起来 这样卷起来的绳子中间 就会有两个绳圈 此时的操控者 就会让受害人 先把钞票拿出来 放在桌上 再用笔随意地选择其中一个绳圈 只要猜中正确的绳子对折绳圈 就能获得响应的金额 当受害人决定好了以后 操控者就会拉开绳子 此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绳子并没有套在铅笔上面 所以受害人的钞票 就会被操控者收入囊中 如果你觉得 这只是二分之一的概率问题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再把绳子卷起来 当你把钞票掏出来 并认为你肯定赢定了的时候 操控者还是正常将绳子 慢慢地卷起来 最后再拉开 此时的绳子 却惊奇地从笔里面跑了出来 所以你的钞票 再次被操控者收入囊中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揭秘 这个今天的骗局 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这个绳子中间的绳圈 确实是有一个 能够套在铅笔上面的 而另外一个 则是在铅笔外面的 那么操控者为何能够 每次都能让绳子跑出来呢 当操控者知道 受害人选中正确绳圈的时候 就会趁机将绳子 或者皮带的一头打开 这样再拉动绳子 就就让它从铅笔里面逃脱出来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只不过 操控者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会非常的快速 所以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就会忽略这一点 从而才会被骗